警方过去两天在兰桂坊和屯门的行动受到质疑 其中昨晚8点就封兰桂坊 警方解释是因为有人非法游行 不至于前晚在屯门进入屋苑和餐厅执法 警方强调是合法行使警权 陈志永报道 Halloween当晚兰桂坊人头涌涌 警方晚上8点就说要封闭 最后禁出动催泪弹驱散 警方说禁早山是因为旺角太子有暴力事件 当时也有人参与未经批准的游行 行到兰桂坊 收到一些资讯 就是说有人会在兰桂坊里面 很繁忙的追查得繁忙的情况下 会在里面用汽油弹去袭击我们的警察 我们的同事 最后我们也都见到一些戴着Visa面具 大概人数20至300人 真是在里面在那里喊口号 而在这方面协会也是同意我们这个做法 警方当晚在中环 向一个港台记者喷胡椒喷剂 同日在旺角也都出现黏膜 这么近距离喷有没有问题呢 胡椒喷剂我们不是用那个充力去折痛一个人 其实它是一些辣椒素的物质 黏附在人的黏膜上面或者皮肤上面 令到人短时间内感到不舒服 到底是不是很近不行的呢 很近而是否折到他的面部 或者他要黏附在这个人身上 这个就是个效果出现 警方否认是故意喷记者 说记者选择站在警员和示威者中间一定有风险 至于前一晚在屯门大兴基地外 防曝警察驱散人群的时候 曾经进过去兆軒院日申角 捕了33个人 警方强调是合法行驶警团 当时是看着有几十人在我们那个驱散的拘捕行动里面 是走进了这座大厦大堂里面的 所以他们的身份是不容置疑 而我们进去作出一些基本的调查 是负责任的举措 因为到最后我们发现有部分其实是该大厦的住客 而有30几个根本就不是这座大厦的住客 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在那里 附近一间餐厅店主和店员被捕 警方就说当时有人扰乱公安 见到其中两个人走进餐厅 警员要求进去被店主拒绝 警告无效 最后以阻差办公拉了两个人 有线电视记者陈志荣报道